高雄一大购物广场 确诊者足迹跟过年围炉有关系 详细的刚才我们还在清查 因为它也涉及到一些跨县式的移动 案193820岁小男童 4号中午到母亲家族聚餐 当天晚上换到男子的父亲 17人家族吃饭 结果同桌的两位表哥也确诊 原来他们吃完饭还一起到小房间打手游 之后表哥又揪朋友吃火锅 其中女友确诊感染源还无法断定 但这对情侣党还到屏东玩 足迹遍布各大景点 像是鹅兰比灯塔 恒春梅花路园区 山川琉璃吊桥等等 家族延伸到朋友聚会 已有四人染疫 虽然有26人采婴 但恐怕还有隐藏的确诊者 统计9号本土新增10例 有点点幼儿园补习班 学生家长加学童3人 板桥家庭群聚 新增妹妹男友的母亲 日益物流员工家族吃年夜饭 也多了两例 累计10个家人确诊 再加上高雄私立不明感染源 其中日益员工家族 在8号新增一队 来自苗栗的9岁和12岁兄弟党 让外界非常担心 毕竟苗栗已经连续202天零确诊 已过年就爆出疫情 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国内疫情还没有趋缓 因为位于新北市树林的软板大厂 加联益科技公司 现在确认有一名外籍移工确诊 现在整个厂区内也紧急停工消毒 嘉连艺术林场从9号中午到10号早上7点停工 也因为先前爆发移工宿舍群聚 现在这起案例非常不良 目前针对他的同一区的作业的相关接触的同仁 还有他居住的宿舍 另外指挥中心证实最近几例隔离因转秧 可能是旅馆交叉感染 从去年12月以来有16人改判为本土 8家防御旅馆台北市就占了5家 避免疫情烧到校园 双倍跟桃园的学校只要有一人确诊 全校就要停课14天 听必别新闻出国和展科综合报道 祝福大家一步一脚印 希望都能够轻盈自在 如虎天衣 开始新的计划 好好享受你的人生 无论我是虎了 我是青年当时 我属虎 虎年就要像老虎一样 站出来就有八七 Sometime �를成功 Como 在你的 当时 喊 atherine 你有